不要就是要了解有关那个什么呢 比如说我今天 如何快速的技术 就是假设我要计算一些公式 那比较好的方案 比较好的策略 其实是利用名称 我们前面有用过 就是定义名称之后 再来做相关的公式 其实就会变简单 那里面有哪一些公式 题目里面大家有提到 就是总发行股数 C1 G1是分配盈余 然后其他的话 就是像股东姓名等等的 还有就是配股数量表 这个是用V盘数 他应该是 就是栏位名称在上面 那税率表 因为他的栏位名称在左边 所以将来可能要用H路卡 不是用V路卡 那这边有相关说明 还有就是他的公式 这边都有告诉我们 那将来其实 比如说像现金股利 怎么算 你可以F8 原有股数 股数与分配股数 就用加的嘛 除以 怎么呢 总发行股数 这个也可以用F3 有没有 再乘上 分配盈余 其实答案就出来 也就是你用名称 会清楚很多 OK那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哪些要定义名称 根据这个题目 第一个就是先在公式里面找一下名称管理员 已经有一些 我干脆全部把它删掉算了 我们重新来过 先把它清空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 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先把它清空 那我需要做的是这个 定义名称 它叫总发行股数 这个它叫做分配盈余 它蛮聪明的 自动会带前面的名称 股东姓名一直到 这个 限持有股数排名 我直接怎么样呢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跟刚刚一样 因为我会需要产生有 总共二四六八个范围 所以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 因为名称在顶端列 OK确定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会产生 总共八个再加两个 名称都有了 再来就是配股数量表 把这个名称复制一下 这个范围呢 定义好一个名称 那定义名称的方法 你可以从这边定义 或者是说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定义 Enter也可以 那税率表 这个范围 记得栏位名称不要选到 在这边贴上 记得按个Enter 它名称 也可以定义 所以从这边定义 跟从这边定义 结果是一样的 只是说这边的定义 如果你前面假如说有它的名称 用这边比较快 因为它会帮你把前面的名称带过去 所以总共有八个两个十个 再加上这两个十二个名称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定义好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分配股数 那所谓的分配股数是什么 那所谓的分配股数是什么 就是这边有相关说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说明 就是分配的股数就是它的业绩 去找配股数量表 里面它应该配几股 那也就是说呢 那么它的业绩是这个 1450万 OK 然后应该1450万应该落在这里 所以它的股数是三万五千股 OK 那当然我们不可能说直接把它Ctrl C Ctrl V 贴上 因为底下还有八百九十万 这个地方当然你要需要什么 插入函数 可以用什么呢 V6函数 前面讲过嘛 用V6函数来查 那查什么呢 查它的业绩 那不过特别注意哦 Table Array 指的是配股数量表 我们可以用F3 这个叫配股数量表 有没有在这里 在这里 OK 不过配股数量表 你看一下 它这个是以什么 以万元为单位 所以前面记得这边 业绩除以以万 如果你没有除以万 比不出来 所以1450万 在跟配股数量表里面比 那比的话一定是比第一栏 其实第二栏是装饰的 OK 所以一定是比第一栏 第二栏其实没有意义 它只是让你知道说 1000到2000 500到1000 那装回来应该是第几栏呢 第三栏 OK 然后比对方式的话 因为这里 1400万有没有一模一样 没有嘛 所以记得 找接近的 1 好 这样的话 它会自动带出 35000 就按确定 这个时候 找到了 那现金股利呢 题目里面有提到 现金股利 原有的股数 其实按F3会出现 与分配股数 F3 就是它原来的 跟后来分配给它的 除以总发行股数 再乘上分配 你想说 哇 这不是很复杂吗 其实不会吧 你直接怎么样呢 在这边等于什么呢 先钱瓜阿虎好了 这边先 钱瓜阿虎 因为先加 等于 钱瓜阿虎 F3 它原来有的股数 加上它分配到的股数 分配股数 所以这边有个分配股数 后瓜阿虎 除以总发行股数 所以总发行股数是 呃 这边这个 乘上什么呢 分配盈余 还是一样F3 好 打勾 做完了 OK 其实你基本上 你也不太知道 不一定要知道 到底里面放什么啦 反正你就闭着眼睛也会做 只是你要先把名称定义好 定义好之后的好处就是说 以后这个公式就一目了然了 好清楚喔 对不对 不然如果你没有定义清楚 你会是什么 很长一串的东西 完全看不懂的一个范围 很多个乱七包装的范围都在这里 但是你把名称定义好 哇太清楚了 OK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一点 这个概念跟使用资料库还蛮像的 以前用关联制资料库 其实就是类似的概念 关联到就好了 把资料查过来 那就可以总表我们需要的资料集中 其他都资料都在其他的资料表里面 不会影响到 那税率的话 基本上也是一样 税率表在这里 所以题目里面他有提到什么 这个税率是原有股数加分配股数怎么样 搜寻税率表 OK 那其实好像税率表里面呢 也会有什么 也会有那个 我看税率表是与万元为单位 也是与万元为单位 所以一样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税率表其实可以原有股数 这个可能就是可以先复制一下 拿这个啦 因为刚刚公式里面有这个 插入函数里面 使用那个HLOOKUP 为什么用HLOOKUP 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的对照表的栏位 是在上面就用VLOOKUP V就是Vertical 是垂直的 那如果你的那个什么 你的对照表 它的栏位在左边 就是水平的 那我们就是HLOOKUP 就是那个放在这边 所以用HLOOKUP 所以这个概念可能要稍微了解一下 那税率表怎么查HLOOKUP 查什么呢 刚刚我复制的东西 原有股数加分配股数 然后怎么样呢 先给它刮虎好了 刮虎之后怎么样 先加完之后 再以万元为单位 所以除以一万 OK 好 各十百千万 OK好 那就是这样的 那到底应该缴多少税 F3 税率表 到税率表里面找找看 然后反正我不知道 反正它这多少 它自己会比对 那应该是哪一个栏位 不知道没关系 游标再放回税率表 这边有了 查一定是查第一列 那中间第二列也是装饰的 应该要查回来是第三列 第三列 所以记得这边的话 一样输入3 比对方式 因为不可能完全一样 所以输入1 找接近的 好 这个时候会告诉你 它应该缴12%的税率 OK按确定 点两下 那其他的话 像扣税后的现金鼓励 其实也是类似的方法 F3 现金鼓励 乘上 一一减到税率 这个比较简单 排名的话呢 你用rank函数去找一下 也是OK 所以这个后面两个比较简单 最后做完的话 就会是我们最后看到的结果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当然呢 如果可以的话 后面还可以再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那个 我们的 这个VBA 你可以再加上一个VBA 按下按钮 有个清楚啦 跟前面一样 按下计算 它会自动帮我把所有的 这些刚刚做的 总共有12345欄的资料 全部跑完 其实程式没有几行啦 就是五欄 前后加一个回圈 其实就可以了 那外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这个范例主要是让各位了解 就是说 定义名称的重要性 尤其是你的资料 假如经常是 就是不是在同一个工作表里面 然后你要经常性的去比对某一个范围的时候 我都还蛮建议各位用那个名称的方式来处理资料 定义好之后 定义好之后 一目了然 大lair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